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国人吸烟行为调查结果 有超过3成5的吸烟者在过去一年 曾经尝试戒烟却失败 研究显示 只要在专业人员使用药物或资商协讯下 戒烟成功率可达三成 远比靠自我意志力还要高 因此国建署也呼吁 想要戒烟的民众 可以寻求戒烟专线为您服务 今年54岁的阿翰 烟令已有45年 每天大概都抽一包半到两包 直到胃部不适 就医检查才发现罹患胃癌 不得已摘除整个胃部 就在即将手术的那段时间 深刻体悟健康的重要 下定决心戒烟 且采纳咨询员的建议 成功戒烟 然后我是烟令超过在 现在我只是4岁 那我烟令超过45年 因为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家室的训物业 所以说父母亲是没有时间 教我们就是拿的东西给我们在旁边往 包括香烟 然后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 香烟是很平 所以说父亲就会发现在那边 让我们把我们就把他撕掉 然后学大的抽烟的样子 他就觉得大家也都哈哈大笑很好 所以不知不觉之中就染上了冰 然后在微小时候就是开始抽烟 想要在学生时代在军事中 超一天超过一包的时间 然后出了社会超过一天都两包 然后在一个 出社会的时候 在高中 在高中那个同学会的时候 然后遇到一个同学在业务 然后在跟他谈起建议的过程中 然后跟他说 我胃都会有不舒服的现象 然后他就安排了我去医院 然后去看神 然后在肝胆科看神 然后却发现到我胃里面有化身肿肿瘤 然后确定是变胃 然后在医生的经历史下是胃全切 然后当时 当时他说胃全切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恐怕 因为我当时才四十几岁 然后小孩子还在就学当中 然后就不准门 然后就一天 那时候在开刀期间 一天超过四包 然后进入了医院之后开刀 在开刀期间在医院里面是 一天超过三十几岁的状态 然后也就 也就 一天超过三十几岁的状态 那时候大家会塞车就会在外面 有很多时候同时间就会觉得说 无聊又在等待 然后同时间会 请焉 请焉之后当初会知道拒绝 然后久而久之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那么现在生死的状态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所以说也就 拿个伸手牌上面 就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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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天一个月下来 也抽了差不多十几只 然后到最后之后 回家之后跟我太太了解这件事 我太太就说 那么你说你去接了 你不要把拽绝去抽了 然后说 你明明的手牵啊 我已经开始了 然后也就 觉得说 那么 当初在接的时候也就 接触到了 接线专线 卫会教接线专线 那么我就打电话进去 看看看要怎么处理 处理这同时间 大家 大家体面这种 这种具体的方法 然后就打到 接线专线之后 跟那个小姐说 你的我的情况 那小姐说 那么 第一个你不要抖 他说第一个我要抖去拒绝 但是拒绝之后 也不能说 不记人姐说 我把你排绑 我把你排绑 所以说也就 也就他就建议说 那么是不是 我们就是弄个 确底酥调状的饼干 因为我本身就要 我没有胃了 所以说我本身都一直要吃糖果 或饼干 因为这样才能保持我热能的体力 因为如果说 没有东西的话 我会没有力量 口味 血糖会降低 所以说我都有带给你 披衣腰包 披衣腰包里面就是一些饼干 一些糖果 然后 在味道之后 那么也是可以 用一些蔬果 因为蔬果来讲 它有一些 跟饼干 饼干会有甜 吃多的会腻 那么蔬果来讲 因为有小黄瓜 小黄瓜 红萝卜 还有清脆的感觉 还有条状可以 吃这个就好了 然后就 渐渐渐渐渐的 同事们 觉得你没有再跟他们拿 他们就 会越来越不会给你 会不会亲自从下面 那么 大家习惯了 反而 他们有时候看我再吃的时候 他们说 这个好不好吃 不错 你可以 你可以试着 拿这个来 降低你的吸烟量 他们也觉得说 还不错 而且变成说 大家还会跟着 我说 变成我请他们吃小黄瓜 吃红萝卜 他们请我吃臭香烟 那么大家就变成 大家一起来 为了这个吸烟的东西 这样大家不无聊 而且大家都有一些分享 觉得还不错 而且吃这个还蛮健康 根据国民健康署109年 国人吸烟行为调查发现 35.7%的吸烟者 在过去一年曾尝试戒烟 却失败 其中74.9%的受访者表示 戒烟维持时间不到一个月 而依国内研究 青年男性尝试戒烟的平均次数 在三次以上 且国外研究指出 若不靠药物或滋生 戒烟成功率 仅5%到10% 反观在专业人员协助下 戒烟成功率可以达30% 大幅提升戒烟成功的可能性 国民健康署委托 相关专业单位 办理戒烟专线服务 去年服务了 21970位个案 6个月戒烟成功率 就达48% 所以其实世界会生体 今天有明确指出 其实有22%的癌症病 其实都跟吸烟的危险 比较很大的关系 除此之外 包括外星不需要疾病 我们心血管疾病 或者通道病痕等 其实都是很重大的危险 现在COVID-19这么危险 其实如果你的背部功能 因为吸烟而造成伤害 我们可想为之 就是一旦病毒危险以后 他所受到的伤害一定更大 那当然国民健当局 在109年的调查当中 其实也发现 不是在降低完吸烟 其实有35.7%的 你在过去一年都想要吸烟 都想要戒烟 对不起 都想要戒烟 但是我当中很七成五的人 却发现我一个月就失败了 月又复仇了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我相信世界会果都一样 所以在国外的研究 也有指出 如果你是该看你的抑制病 然后告诉抑制高速自己 要接 那可能成功率只有5%到10% 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中益咨询 或者是接受其他教育的辅助 而现在成功率都可能要到 升级30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那身为主管机关的公民健养署 有什么样的戒烟 那我个人是分成三类的 一个就是知识区 我们有很强大的知识区 一直在里面 我自己在里面 也就是说从吸烟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危害 还有呢 要不要自己去看看自己的迷糊冰尘运度 都从知识区你可以自我评估 自我吸收知识 第二个叫做服务场域 什么叫服务场域呢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医院 诊所牙医诊所 温身所甚至药菌都可以提供戒烟服务 而且从上个月的15号 我们就开始戒烟的 永难免负担负担 也就是要一旦一再告诉我们的 吸烟的朋友们 其实是负担 你有很多选择可以进行的 再来第三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其实我们有线上的咨询 线上要有两种 就是电话 anticipation 那电话的部分呢 每周1到每周5早早晚久 我想都可以 你可以有很多的兼顾你的领思 兼顾你的所有客制化 客制化 你个人需求的一个部份 来接受来去请请求 那这个成果等一会儿 我们邱 trends 也会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来说了这么多 其实呢 我们这个设计者会最大的特色是 说的没有用 是真人真事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 有郭先生跟郭太太 他愿意前来台北这边 跟我们分享许多Apple 或者是许多窝心的故事 除了接烟专线 限时加入官方LINE账号 还可以拿好礼 就是在6月2号到6月9号期间 然后加入了借淵专线的官方的LINE账号 而且在聊天室里面 主动输入我要接触 你把手机拿起来 然后呢 你拨到那个借淵专线的官方的LINE 然后呢 你就是这个进去以后 然后主动输入 我要接触 但是你不用到4个字 你其实只要两个字 贴图 他就会进去了 那你就要按一个戒淵度手 你要准进去 戒淵度手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点点财的贴图 一组 那一组总共有八张 五片 八张骨片 包括了谢谢啦 加油啦 自身人啦 晚安啦 什么 对不起 起烟 是照当的 要戒烟就要打电 戒烟已久的阿汉先生 经常遇到同时间的请烟 他会勇于说出 我已经戒烟 另外建议可以以新鲜小黄瓜 红萝卜 做成蔬菜棒 或准备条状饼干 可以满足口欲或手欲 达到转移诱惑 养成健康好习惯 记者温君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 台北市文化局 持续推动老房子文化运动 再添两名申利军 为在大道城街区的道社 及贝壳好市正式加入活化 透过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 每和民间单位进驻 并将老屋重新活化再利用 分别以米食餐饮文化 以及新创群众集资体验 重新利用空间 赋予老房子占星生命 悠扬的乐琴弹奏着望春风 在百年历史建物中更显怀旧 大道城五围墙博物馆 在天生丽君 为在迪化街上的道社 及贝壳好市 使文化局推行老房子文化运动 计划成果 藉由民间单位的资金及创意投入 为台北市的文化资产注入新生命 我们现在首站的位置是在迪化街的北街 那这边从北街到中街到南街 事实上以往的民众大概都从南街进来比较多 那北街这边就比较多是文创方面的 那我们最近很努力的希望说能够把客人能够从大桥头捷印站 倒客倒进来 因为大桥头捷印站距离北街很近 那沿途我们去做一些改善 把一些步道等等还有灯光 最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那希望说能够把北街让它亮起来 甚至今天还有夜间的一个照明的计划 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在十连洞 这个在迪化街最有特色的历史建筑的对面 我们看到道社使馆 就是我们的今天这个正式的老房子文化运动 开始的一个开幕 那再加上这个贝壳好市 那也在附近 那这两家呢 以前是作为一个都市一个更新的一个基地 那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 就加入了台北市老房子的文化运动 那这个运动最主要是说 让民间能够进来修复营运 那我们市政府在这个计划里面 那提供给厂商 包括他的这个营运的费用 包括这个租金 甚至房屋税 地下税等等都可以折抵 他的修复的经费 那甚至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有相关的纾困跟振兴的计划 所以希望说透过这些努力 能够让每一个老房子 都让他能够真正的活化起来 然后让民众有一个可以去了解这个历史 以及修期的一个空间 那欢迎大家来这个大道成 为在迪化街一段329号的倒社 前身是一新年米厂 2020年公告登陆为台北市历史建筑 营运团队赐资近200万元 将承载米航历史故事的老屋空间重新修复 并透过米食餐饮文化体验 重现年米厂的历史故事 因为我本身是在地米航的第五代 那其实这个地方大桥头呢 其实在我苏生长大的那一年比较没落 那其实最近十几年间开始整个大桥头 包含大道成 整个开始慢慢发展活络起来 那我们也希望说为地方尽一点心力 可以在这个百年米航 就唐一新家族里面 把这个房子重新修复起来之后呢 可以让更多人认识 大桥头以前米业的一个历史 早期是那个UIS计划 都市再生前进发展基地 然后就他们也一样说 希望我们进来之后呢 可以把这个地方带动起来 那我们也办了非常多场活动 因为本来其实迪华街北段是比较没落 就没有人潮 那最近这几年间其实开始带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也让很多人认识这边的一个在地文化历史 然后也成功跟这些社区街坊邻居啊 一起共同举办活动串联起来 让更多人知道 大桥头以前其实是非常的精彩 那现在也可以把以前的这个荣景呢 可以重新恢复起来 因为老房子文化运动其实很注重 就是这栋房子本身的一个历史 历史脉络 那其实我们也有邀请这个 唐一新米航的后代 回来他分享 他之前这个他们一样是四代的一个家族 比如说楼上二楼啊 以前是他们的姑妈听 神明厅 那一楼是他们的那个米航 然后呢我们把他们的资料 整理汇整下来之后呢 可能来我们这边用餐的客人呢 我们都会跟他导览介绍 就是他不是说纯粹来用餐而已 他可以把在地的故事给带走 然后分享给更多他的朋友 这边以前是米航嘛 那其实我们就传承以前他们米航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就在这边做一碗很好吃的一个米饭 那同时间我们也有跟苗栗南庄 一个林玉祥土龙去买这个土龙 会跑出你现在手上这个香喷喷的白米饭 然后他们知道这个食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整个主题都扣合在这个 唐一新米业历史这个上面 迪化其实北段是比较没落的 其实比较少人吃到这里 所以我们其实在前几年之后呢 一直想办法把这边带动起来 那所以前些时段是会比较辛苦 那再来就修复老房子 因为老房子它本身是有生命的 那我们其实就等于就有点像医生一样 一直在找这个房子问题是什么 然后再跟这个专业的建筑师配合 希望把这些问题慢慢 借由这个老房子文化运动这个计划 把它整修好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走进来参观 为在迪化街一段155号的贝壳好市 在2005年公告为台北市历史建筑 包含横跨清代日志及战后 不同阶段的增建形式 营运团队集结了超过50个 群众集资品牌产品 以商品展售餐饮服务及活动 让老屋空间化为创意源源不绝的 创新基地 其实我们跟老屋子的缘分还蛮长的 然后包含我们下一个办公室也是在 大理街的唐部文化远区的仓库 那两三年前我们的时候看到这个计划有在推行 希望可以找到更有创意 然后更有带来新生命力的店家 我觉得我们这单就是我们了 但因为过去这七年半以来 我们带了非常非常多很棒的团队到世界各地 然后甚至包含地方的创生 所以觉得在这边如果能够开一间可以结合群众的力量 然后举办活动 然后选择好的品项 然后还提供很多跟群众集资有关的食物跟生活的体验的话 是一个好的选择 从结构面来讲 其实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修复 那因为当初大道城的这边一系列都是街屋 都是店跟住宿基本上是直接控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希望可以把生活的要素跟直接的销售 和活动的举办联合在一起 所以原则上我们尽量不要去改变它原本的设计 那么这些也有想说后面是不是要坐电梯啊 然后各式各样是不是要做更明确的餐酒馆的体验 但一考量到说这边会影响它原本的结构的话 我们都尽量不做 然后反而是把很多新的文化体验抬进来 基本上几乎所有的品牌都是透过群众集资诞生或发展的品牌 那现在已经有将近100个品牌 大概有200多件产品在里面展示了 那台湾一年做群众集资的团队可能有一千多个 然后扣掉一半可能并不是原创的 那么希望未来每年都可以在新导入20到30个品牌到店里面 副市长蔡炳坤表示 台北市共有513处文化资产 其中102处将近五分之一就在大稻城地区 而包含今天开幕的稻社及贝壳好市 今年台北市总计将会有22处老房子开放民众参观体验 老房子文化运动专指这种所谓的公私协力的 由民间进来去营运去经营的 那到年底我们总会完成22家 那这两家完成之后 接下来有一个点 这个在草山行馆 这个在阳明山 那另外就台北行务所的官色 哇那个是整个廊代喔 那个非常的精彩 再加上类似组措 这三个点陆续在年底之前都会开始来营运 所以可以给民众提供更多休息的地方 因为我们针对这些旧的房色 它有好多种形式在做 第一种形式是 我们出钱整修 自行营运 这个占了也蛮多的 第二种形式是 我们出资整修 委外营运 第三种就是比较狭义 我今天讲的老房子文化运动是 不必我们出资 由民间进来 他来做整修 然后来折抵相关的费用 大概三种方式都有 那其实应该这样讲 在柯市长的到八年的任内 我们其实花在这个经费超过二十亿 但这个经费不是说完全只有市政府 我们还包括这个跟中央争取经费 那至于民间投入的经费 就要看每一栋房子的情况 像这两栋的话大概都是数百万 甚至有些要上千万的 甚至有些更厉害 可能上亿 但是你可以想象说 它的营运上面 它会去核算 其实很多民间机构愿意来做老房子 它不是为了赚钱 它其实跟它的企业形象的提升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它做对社会一种回馈 一种社会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我想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方式 能够让台北市 台北市的老房子有四百栋以上 那应用这三种不同的模式 然后慢慢的一栋一栋的老房子 都可以营运起来这样 未来到社及贝壳好市两间老房子 也将提供友善店家服务 并深化在地文化 规划社区活动 欢迎民众造访 感受老房子的动人故事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当您在家中使用OTT影音服务 出现收视异常时 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五秒后在街上 并等待五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及讯号稳定 接着至本公司官网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如果测速结果正常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此时是否能浏览其他网页 如果可以顺利浏览网页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是否使用非法机上盒 提醒您 任何侵权及非法来源的影片 都可能导致非法机上盒 无法正常收视 本公司也无法保证影片品质 如果障碍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怎么这样 有追据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加宽评吧 中加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加宽评 喜欢文创的民众 又多了一处可以朝圣的地方 这里就是水水文创 与松烟联手创立的 水水生活文创基地 邀请各具特色的设计品牌 未来也将配合松烟 夜间营运 龙鹿助唱表演 小剧场演出等艺术活动 让民众来体验文创与艺术的创新活力 可爱的汪苗珍织领巾 花朵设计的造型夜灯 还有布置的明信片 各具特色的文创品牌 充满设计感与创意 跟着信义区区长的脚步 探访松山文创园区 发现这处由水水文创 与松烟联手打造的台北文青新基地 新义松烟吴维强博物馆 一直都很秉持着这个创新 文创的这样子一个角度 引入各种的资源进来 那这一次的水水市集进驻呢 其实它有很多的首创 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创意的摊位跟内容 那也欢迎大家常常来这边逛逛 那之后呢松烟也会陆陆续续 有一些创新的作为 包括呢夜间开放 包括我们明年的灯节 其实也在这个场域 那希望大家有空呢都来这个地方 然后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跟创新的感觉 对我们主要的话文创品牌是蛮多的 那大部分的话都是手作类型的居多 那我们有主打就是像可能食品类的啊 或是说香氛造型类的 或是说布包的那种编织类的也都有 对都可以来看一下 我觉得蛮有趣的话是香氛类型 我本身还蛮喜欢的 对因为香氛类型的话 它们有分衣物喷雾香水跟香氛蜡烛 那本身还有分比较细像 可能木质香果香或是花香等等的 外面可能比较不常见 对男女生都通用 然后摆在家里 或是说平常用都是很合适的 所谓文创品牌进驻的部分 那我们还是有大概有30 现在30几家 将来大概会扩大到50家的 台湾或是国外的文创设计师的品牌 那在这边长期的进驻 这边它其实比较像选品 就是它是每个品牌有自己的一小区 那小区它就是 这边的品牌会是以市级的品牌 然后它们可能开始会有实体通路的 就是进驻 但是它初期的商品量可能没那么高 没那么多 所以它我们就先用可能一区一区的 就是比较主题性的分区 然后让它就是进驻 在所谓的 我们有分大锅跟小柜 但是这些进驻之后 它将来下一步可能再往 可能是像进到松烟的风格店家 或者它将来会到其他外面的商场 去所谓的设柜 像手作品牌的部分 其实一直是我们不管是风格店家 还是松烟小麦所 都非常强调的一个环节 那其实像松烟小麦所里面 水水生活 它们这次招募的这些 进驻的这些品牌 其实也都是台湾这些 手作的文创业者 它们能够有一个载体 在现场能够呈现给面对一般的民众 能够让它们有更多接触的这个机会 像香氛蜡烛的部分 我们就是有跟设计师有 就是联络说可以手作的部分 那它们就是从设计师那边的官网 去做线上的报名 然后跟我们这边预约时间之后 就可以手作就是线上的蜡烛活动 延续松烟扶植文创品牌的精神 水水生活也规划了一个专属区域 每个月提供一个文创品牌 模拟开店深耕品牌扶植计划 那同时其实它们本身还是有 含挂了我们园区一直在推行的 一个品牌扶植的一个计划 它们藉由一百每月的方式 能够让不同的文创品牌 能够在里面去接触 实际它们未来如果成长 去向外面的通路去设柜的方式 的一种先前的一个试炼 这样子 原本收音小卖所它本身就有很多文创设计师品牌进驻 它以前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就是承接了这个理念 那再加上就是我们在更深入的品牌扶植 就是我们会帮文创品牌做就所谓的就是扶植店 就是让它在自己设柜之前 我们先模拟它开一间它自己的柜 自己的店面 那它可以知道说 品牌的尽柜的一些SOP 或者是在销售上它要注意什么 那它变成说它将来设柜 它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 那它不会说走太多的冤枉路这样 那摄柜其实我们常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进驻过后 我摄柜就是我的下一步 但摄柜下一步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摄柜它就不是说我商品选品放到一个定点之后 就可以开始去运作 因为摄柜它有很多美感 比如说我人员的配置 或是我商品的调度SOP 甚至我的那个库存量的抓 抓的这个库存量 安全库存 或者是像可能 比如说我的是不是有些节庆 或是有一些档期的运作 那甚至到就是最基本的成本的换算 怎么去拿捏 那其实这个很多 我们过去发现很多品牌在进柜之后 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它商品可能不错很好 但是可能它在经营上面它没有经验 所以就变成导致有些品牌在社会初期 它可能就已经被淘汰掉 被市场淘汰 但是它被淘汰的原因并不是不好 而是它只是没有经验 所以我们就想了跟送应合作 这样的方式就是 我们用我们训练水水生活 训练好的所谓专业的销售人员 去做销售 跟专业的策展人员去帮它做策划 那它可以在最 应该最有效率的方式 就是会知道说 我的商品怎么去进柱 我的商品怎么分配 甚至我的柜位怎么摆饰 去做所谓的这样的调配 让它可以有一个模拟的一个机制 就变成说 我不会用花很多成本去缴学费的概念 就是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去 去跟设计师沟通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进柱 会让它比较不会太辛苦 初期不会太辛苦这样 来这里除了可以感受 文创品的魅力之外 未来也将配合松烟夜间营运 在夜晚融入音乐表演 小剧场演出等形式 变成一处多功能的艺术空间 那其实这也是要因应 就是大剧弹即将要开幕 那以园区的角度来说 我们当然是期望是能够提供 更多夜间服务的内容 去迎接到时候即将要到来的 一些夜间的人潮 那因为过往来讲 园区的展览大部分都是直到六点 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 就是说提供不论是餐饮 或者是说课程体验等等的面向 能够让经过园区 驻留园区的这些民众 能够有更长更舒适的一个 在园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这样子 就是国库紀念馆 然后松烟大巨蛋 然后包括我们的南村 这个整个新一计划区 都会是我们的主灯的一个展场 那它是一个都会心的一个展区 所以呢 这个灯节 观传区现在也在整合各项资源 来去投入 那我非常的期待 这个松烟这边的这个灯区 一定会很特别 包括这个未来的这个大巨蛋 还有我们的那个松烟五围墙博物馆 它会整体一起规划 包括旁边的这个 这个国库紀念馆 它都会有一些串联 然后让民众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的逛一逛 然后再搭配可能 比如说我们周末 会有一些助唱啊 一些表演 然后跟晚上 慢慢也会开放一些 可能小型的剧作演出 在这个场域里面 就变成是白天它是一个营业空间 那晚上可能是一个小剧场 是一个多功能的跨领域的一个 艺术空间这样子 这都是有会有无限的可能性 因为其实他们也是会 因应到时候夜间活动的内容 去做一下他们里面 空间商品服务的一些调整 比方说到时候可能 在晚上会有一些简单的餐点 可能会有一些酒水 能够让民众能够有个 更舒服愉悦的一个 不论是下了班 或者是说假日的时候 能够来这边 能够跟三五好友一起聊天 一起体验一些 现场的一些课程 或者是讲座这样子 松山文创园区 欢迎民众来探索 每个文创品牌的魅力 感受艺术来自生活 生活体会艺术的精神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 前申市台湾总督府 专卖局台北酒工厂的 华山文创园区 是台北市的热门休闲景点 除了有各种艺文展出 大型企业活动举办 也有好吃的餐厅 文青咖啡馆 还有一大片的草原 常常有活动在这里举办 华山文创园区 是台北市热门的休闲景点 除了有各种艺文的展出 可以购票入场欣赏 园区周末有街头艺人表演 大型的企业活动举办 也有好吃的餐厅 文青咖啡馆 文创商品贩售 在这边举办的展览 经常可以吸引许多人参加 即使是下雨天 也丝毫不减大家的热情 一进到华山文创园区 正门口处的大草原是华山剧场 常常会有活动或者市集 在这边举办 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 华山文创园区 前身为台湾总督府 专卖局台北酒工厂 1997年各领域之异界人士 开始推动闲置十年的台北第一酒厂 再利用为一个多元发展的 艺文展演空间 华山之名来自此区 原为日本时代的华山亭 附近有华山车站 华山之名皆为纪念首任 台湾总督华山之计而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现场展览的解说 此外园区内也有许多餐厅 店铺 艺廊等商业设施 该园区至今已举办 多次艺文展演活动 园区内的建筑物翻新 装置艺术 吸引民众前来参观拍照 记者邱小柔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根据统计 台湾糖尿病的人口 已经突破了220万 每10个人就有1人罹患糖尿病 医生指出 这个胰岛素问世百年 是安全可靠的控糖好帮手 但是因为国人对胰岛素 存有许多迷思 不愿意采取胰岛素治疗 而影响控糖的疗效 财团法人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 蔡世泽医师 与基金会执行长李鸿源医师 就特别说明胰岛素使用的时机 让胰岛细胞能够获得喘息 优化控糖的效果 台湾糖尿病人口 已经突破220万 每10人就有1人罹患糖尿病 财团法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 蔡世泽董事长指出 胰岛素问世百年 是安全可靠的控糖好帮手 但英国人对胰岛素有许多迷思 往往等到血糖大幅超标 才肯采用胰岛素治疗 她分享一位糖友 在医师多次的建议后 终于使用胰岛素治疗 不但减少口服药物 糖化血色素也降到7%以下 为什么我们要劝病人 来使用胰岛素 其中我们早一点使用胰岛素 至少有这几个好处 第一个 它可以及时的 及早的得到一个 稳定控糖的一个机会 血糖控制的好 那当然未来的育后 就病人发生 病发症的机会 就来得少 第二个 我们有一些动物实验 或可以证明 我们当血糖控制的好的时候 我们胰岛细胞的凋亡速度 或是什么程度 就来得比较轻一点 也就是说 胰岛细胞的耗损跟衰退 就来得慢了一点 或少了一点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保存了 胰岛细胞的这个占力 或是它储存的能力 以至于我们才提出 这样一个构想 让胰岛细胞得到一个休息 或是一个喘息的机会 也就是我们这个抢救胰岛大作战的用意所在 紧接着我想分享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 有一位71岁的陈太太 她是一个资深的糖友 我现在比较昵称叫做糖宁 糖尿病的年龄 或是有人叫糖辣 就像我们的芥辣 生辣那个辣 那糖宁的话已经有了12年 也就是她在不到60岁的时候得了糖尿病 那这一位陈太太的话 她自己很喜欢烹饪 那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嗜好 但是她有了糖尿病以后 当然就有一点截止 那不过过去的这几年来 她都使用了三种以上的口服药 但是她的糖化学术还是不能达标 经常会冲破8.5这个坎 她也很烦恼 所以跟医护团队商量以后 她自己也很自制 她就知道不能再吃某一些东西 或者量要少一点 那后来一直要等到被发现说 她眼睛已经有了糖尿病 常见的四皇膜病变以后 这时候她终于妥协了 只能说妥协 因为在8.5这一段出现的时间内 我们医事人员就一再地劝她 甚至于小语大语 说你早一点的话 把血糖控制好一点 对你比较有利 她都听不尽 等到她发现四皇膜有病变的时候 她觉得可能是应该要改变的时候了 于是她就跟医护团队合作 那就开始使用胰岛素注射 加上胰岛素注射 那使用胰岛素以后的话 经过三个月 这时候的话糖尿血摄出显著的降低 另外额外的一个好处 就她口服降糖药的种类的话 我们可以减少 那这时候病人也开始 她有了信心 从事她对这个烹饪的这个热耗 也可以朋友的话 就可以再聚在一起 这时候她有一点反悔 她说了一句话 早知如此啊 悔不当初了 那说早一点的话 我们早一点使用胰岛素 也许过去这几年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所以陈太太的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病人可能一方面是 对某些事情的坚持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 可以重新考虑的时间 或是甚至于时机 我们这时候我们做医护的 或是我们的卫教的团队 能不能针对病人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 从中得到一些学习 我们如何来劝导病人 或是更加的 我们现在一直想说 我们治疗的过程很尊重 所谓的医病共伤决策 也就是说 我们要跟病人 大家谈好 胰岛素使用的一些所谓的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会言 胰岛素会带来一些 某一方面的不便 但事实上应该是利多于弊的 那这些讲清楚 说明白以后的话 我们的病人 大家使用胰岛素 就不会再有所迟疑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执行长 同时也是台大医院的李鸿源医师 也特别说明胰岛素使用的时机 我跟大家回顾一下说 使用胰岛素的三个建议的时机 那第一个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口服药的使用 已经超过三种以上 但是你的血糖还是控制不好 那这边大部分糖有的 糖化血测素的目标都是7 所以糖化血测素在7以上 那你已经使用三种以上药物 就会建议考虑使用胰岛素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血糖非常高 这通常是在出诊断的时候 比如说糖化血测素超过9 那这时候你也需要这个胰岛素 赶快把血糖控制下来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高血糖症状非常明显 那这包括说食量增加很多啊 常常口渴啊 然后一直要上厕所尿量增加 然后体重浅轻等等 那如果有这些高血糖的明显症状 我们也会建议 及早来使用胰岛素来控制 那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 各式各样的并发症就会升高 像过往的研究就发现说 这个糖化血测素每增加1%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就会增加将近两成 那近来这个COVID的这个疫情 我想也是大家会去关心的 那当然根据各种研究也显示说 当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 如果说真的感染到这个COVID 新冠肺炎的时候 它转变成为这个重症的 这个比例也会比较高 所以从这些数据都显示说 我们要好好地把血糖控制住 那当这个医师专业人员建议 该使用胰岛素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去使用 为了破除糖友对胰岛素的治疗迷思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也将推出 胰岛细胞喘息的胃教计划 最后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胰岛喘息计划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目前这个糖友 对胰岛素使用 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迷思 所以这个基金会就推出 一系列的这个胰教的这个活动 包括第一个就是说 建议堂友们跟这个医师讨论一下 这个如果说你有前面提到这些状况 那你就可以跟医师讨论 看看是否需要开始使用胰岛素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会跟各个地区的这个医疗院所合作 那举办一系列的这个胃教活动 还有一些胃教的小游戏 那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让我们的糖友更加了解胰岛素的治疗 那也不会对胰岛素治疗 有一些迷思或是害怕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糖尿病关怀基金会的LINE群组 也欢迎大家能够永远加入 那我们在LINE群组里面 定期都会推播一些跟糖尿病相关的一些 胃教的知识 那也都有专业的胃教师、营养师 能够提供这些解答 那最后我再次呼吁我们的糖友 当这个临床上 这个医师、胃教师 建议你要使用胰岛素的时候 就建议大家不要犹豫 勇敢地接受这个胰岛素治疗 那能够让你的血糖控制得更好 让你生活的更容易 然后让你的这个人生 变成是彩色的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不… 走不起来喔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游戏 音乐 为于降丰街的基隆耀塞司令部 经过两年的修复 从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 转变成文化展场和乐园 在这一次的陈伯会中 将展出基隆的类似文物 背面是山丘 基隆要塞司令部 过去是军事要地 一般人无法进入 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文化乐园 人手一支基隆造型的气球 走进展场基地 不只展示历史文物 还有科技体验的互动装置 让大小朋友边玩边认识基隆 活动相当丰富 然后各个年龄层都可以去参与 这个有趣的活动 刚好今天这个场合 这个活动非常适合 因为又在基隆 所以特别摘一个鸡这样子 那因为中间一朵花 也代表说 这边之后可以大放异彩 然后为基隆带来更多的观光民众 对 我们这次最主要就是 展现出基隆文化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次展示的船是 曾经来过基隆港的船只 从荷兰西班牙时期 然后再到日本时期 明朝日本时期 再到战后时期的船只 那这些船只都曾经 跟我们基隆有历史连结 那希望来这边参观的人都知道 原来我们基隆有这么多的历史文化 然后藉由这些船只 来展现我们历史的内容 建筑物前的石碑 见证过去的历史 既用药塞司令部1928年完工 配有重炮兵连队 是日志时代北台湾最高的军事指挥中心 战后改名为光复营区 先后历经二次世界大战 二二八事件 始终都是森严的基地 一般人无法进入 但经过市府这两年整修 正式对外开放 营区始终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基地 那现在我们透过空间的一个载造 那我们把围墙去除 另外在第一期的时候 外边的一个人形的一个步道 以及对面的一个公园 我们重新把它做了整建 那在这次大战用历史场景的时候 我们把整个空间做了整体的一个规划 所以大家看到我左手边 等一下我们会进行巡礼 这是我们把军补库房 把它做了再造跟重现 在这一个建筑物的里面 那我们希望透过历史的一个再造 让我们的乡亲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了解光复营区 过去 现在 以及未来 那以前是军事的设施 其实未来我们在这一次的策展里面 把它变成孩子的乐园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金融在地的民众 能够多多利用这一块基地 更希望它也变成是我们整个历史场景 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借着空间解银的方式 让这个地方过去跟民众 是非距离非常遥远的一个区域 透过这样的一个新的公共政策 空间的一个释放之后 让所有的市民觉得 这个变成一个非常清静的一个空间 我们在座有许多中正区的里长也都来到现场 相信中正区的里长是最感同身受的 以前这个地方很抱歉你不可以进来 你只能远远地站在外面经过而已 你接近一点 我们驻守的这个军人 阿兵哥或者海逊就问说 有没有什么不乏的不轨的意图 但是现在都没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的里长可以带着我们的里民 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整体的改变 如同刚才市长提到的 之前他在那边服务过 他也知道说以前服务的感觉 跟现在在这个地方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要在这边的开放 未来还有很多的空间的策展 在这个地方 我也非常感谢许多的艺术家进驻 许多的商家进驻 让这个地方越来越活泼 期待它成为我们中正区域 乃至于基隆一个重要的新亮点 这段期间我们接了文化部的补助 9亿将近两千万的补助款 我们完成了53个大基隆历史场景的子计划 要塞司令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部 因为要塞解研空间解研 对我们在做大基隆历史场景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希望透过 AR 新科技 沉浸跟体验 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了解 历史的重要性 历史不是复旧 而是希望它能够生生不息 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孩子的新乐园 刚才副议长有提到说 是不是要发展一个军事文化这件事 我希望我希望的是未来不再有军事恐惧 只有文化 也祝愿在北方的乌克兰的战争赶快结束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远离恐惧 战争不再 希望这里成为大家的新乐园 白天看展 入业之后的药塞司令部也很有魅力 在11号12号晚上 将变成艺术展场 演出三海之光的精彩大戏 带给大家全新感受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迎接金融建成以来最大型的城市活动 2022城市博览会 除了白天有丰富的展览活动外 晚上在国门广场 及周边的各项光雕艺术演出 更是不容错过 一块来感受光影俱合的魅力 以刚整修完成的 基隆司令文化中心建筑立面为画布 起点城市及三海回游 以每15分钟轮播方式 投射出基隆四百年的历史 与多项城市翻展蜕变亮点 透过这两个主题 打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的历面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四百年 基隆四百年的历史 以及现在城市的发展 另外在三海回游的部分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三海城 很值得大家来看的 很多的亮点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文化中心的历面 打这个光雕 那把这个起点城市 跟山海为游的主题 在这里做一个呈现 在基隆旧火车站前的大型公共装置艺术 山海明光这七种展演模式 我们在城市转运站 这个重要的转运的建设 它的空间有一个公共艺术品 叫山海明光 那这个山海明光 是以我们在地的余灯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在地元素 去做一些设计 透过豪华朗基工的巧思 我们设计了七种展演的城市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灯光的展演 能够让大家看到整个这个国门展区 它非常亮眼的地方 由基隆好莱坞美名 位于西岸湖宰山上的 其隆地标 也加入2022城市博览会 国门展区光雕秀行列 不仅能呈现文字效果 更加入山海城的丰富影像变化 其隆地标呢 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这一次我们特别把 其隆地标在硬体的部分 做了一些修缮 同时我们也在软体的展演的部分 以山海城的概念 去做了一些演绎 同时在展览的期间 也会有文字的出现 所以这个其隆地标 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光雕的一个作品 位于国门展区周边 包括海洋广场 以光构筑浪潮的海境 以及在东岸游轮广场 模拟山丘极限动态变化曲线的光景丘 也很值得驻足观看 我们打开了这个港口 我们让人 让市民 让我们的民众 可以青海 把港还给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设计了这个光景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以这个港边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丘的概念 来做一个策展 那大家可以透过灯光 看到这个港边的美丽 不管是抬头欣赏还是亲近观看 2022城市博览会国门展区 充满创意与色彩的光雕投影 希望让您360度感受基隆这座美丽城市 在夜晚所绽放的耀眼光彩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中央新闻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居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居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当您在家中使用 OTT影音服务出现收视异常时 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5秒后再接上 并等待5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及讯号稳定 接着至本公司官网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如果测速结果正常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此时是否能浏览其他网页 如果可以顺利浏览网页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是否使用非法机上盒 提醒您 任何侵权及非法来源的影片 都可能导致非法机上盒 无法正常收视 本公司也无法保证影片品质 如果障碍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 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